芬甲南方歡迎香港澳門的路客有學路 台南市長多少錢都選擇台南紀念 自七月十八月去 每週拜二、拜四、美拜 將會有定期邦去頂北香港 透過這條航線 不只方便芬甲南路客出入香港澳門 台南觀光三頁也進一步驚向國際 有了種的帶來兩地 新一步的路由觀光力條 看到我們的掌握貴賓 已經將蕭咪的道路了 我們的蕭咪堂 我們台南還有香港國際定期班機 七月十八號正式啟航 現在我們掌聲鼓勵 而且這也是台南紀念國際定期航班的修例 經過年市長積極進出 中華航空中的開航台南香港定期班機 南台灣第二的國際大門正式開啟 台南市政府在映華市政中心 高興記者會 市長羅青町 議長羅美肺 華航孫黨史長 民航教恩主比 各議官長官長 這位貴賓和議員代表 共同出席 今天記得記者會 地區的地區航線之外 我們其他國際航線 也可以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好 再一次感謝我們台上的長官 貴賓 謝謝賴慶德賴市長 也謝謝我們華航公司 我們孫董市長 還有我們今天好幾位的 雲會長官貴賓 大家共同來比手勢 大家一起來比讚的一個手勢 一塊來合影留戀 也共同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我們馬上在下個月18號 台南香港國際定期班機 就即將要正式守航了 記者會點名 來市長向雲家南的朋友 宣布台南基調 立背香港的好消息 透過台南香港國際定期班 雲家南的朋友 出入香港警察方便 而且香港 港黨 潛順的背包客 也可以經由這條航線 來到台南觀光 享用台南的遊客水果 到在地美食 台南市各界 包括觀光旅遊 旅館業 小吃業 各行各業的共襄盛舉之下 在台南市政府召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要跟台南市的府城鄉親 以及雲家南的好朋友們報告 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在台南國際機場 7月18號開始 每週二 每週四 每週日 有一班飛機 華航公司 從台南直飛香港 這對台南而言 對雲林而言 對嘉義而言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我們也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這一條航線 能夠有附加多層的意義 多層的意義 那第一個當然是讓 台南的觀光業 能夠起飛 能夠起飛 因為呢 觀光的樂園 是台南升格為直轄市之後 四大城市目標之一 我們希望這個直航之後 讓台南市的觀光業 能夠蓬勃發展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希望 讓台南 藉由華航的班機 能夠直飛國際 飛向國際 讓台南能夠成為一個 國際化的城市 這是我們期望的第三個效益 第二個效益 那第三個效益呢 我們希望華航的這個班機 這條航線 能夠像朝地一樣 朝地啊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能夠未來還可以 非日本的航線 非中國的航線 大家有贊成嗎 今天這個記者會 特定一題是 華航孫黨史長 在記者會的前面 當中生力 將北河聯會堆 列入華航空土 香港航山的餐點之一 這是接東山加米後 台南東第三片再一次 進會基餐點行銷 今天啊 事實上我第一個要表達的 這次我們開 台南到香港的航線 坦白來講我是受到 市長熱情的感召 真的是這樣的 我在四月跟市長見面 我可以看得出來 市長對這個 希望把台南有國際航線 那個那種期望啊 非常強烈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 就是馬不停蹄的 我們就把這個 找出最適合飛的航線 我們把它規劃出來 所以基本上 這條航線 基本的客源啊 我想除了服務啊 我們台南嘉義 跟雲林的鄉親 到香港 到深圳 到東莞 到中山之外呢 我想非常重要 我想也是市長 非常殷切盼望的 就是希望我們把更多的香港人 跟住在華南的大陸的同胞 帶到台南來 帶到嘉義來 帶到雲林來 那麼事實上我們也 報告市長 我們是有信心的啊 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 我們已經在 積極的在香港 我們在積極的在規劃 希望怎麼樣 那麼也非常謝謝市政府啊 還有各 各位台南 各旅遊業的支持啊 我們對這條航線 我們認為我們 我們非常有信心 我們會很快的 就把香港啊 還有包括鄰近的 大陸的同胞 帶到台南 帶到嘉義 帶到雲林來 我們爭取到 華航公司 對我們這麼的支持 跟照顧 那市長呢 啊 所提到的一些政見 我們台南市 將來 將是一個觀光的樂演 同時呢 我們要歸向國際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 啊 也促進了我們的工商 的一個環龍進步 那也 將我們在地的 優質的農特產品 一一的透過一些航班 航線 啊 不管是來到我們 台南市 觀光旅遊的遊客 還是我們 將我們的這一些 啊 優質的產品 一一的 啊 揮向國際 我想都是 對我們的整個城市 啊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提升跟幫忙 目前市府已經決定7月18日當天 由市長 大領市府團隊 全翁香港 有其中的離香港 枯版為期兩天的電視 活動 主要行銷 台南市觀光路遊特徵行程 醫療美容行程 文化創意上品 選擇 王來蘇頂頂的農特產品 除外 電腦也會幾個補上 台南市觀光路遊 贏 而且安排有台南特色的藝文表演 希望讓香港 更當 秦順當地民眾 了解台南市美食跟文化特色 這一波 吸引民眾來到台南市路遊